用周末一天的时间去做一件有益月事 哈喽,大家好,我是蓝鲜 今天的身份是作为采云邮差 给山区的孩子送去温暖 这里是榆林市紫州县马塔留守儿童学校 跟随着大树云集团来到这个充满欢声校园的地方 集团董事长告诉大家 一定要重视山区女孩的月经贫困问题 采访了校长以后 我们知道这座学校里有100多个留守儿童 他们缺少相关生理健康知识和物资 也正是微笑云朵公益援助行动 不但给他们送去了物资 还让他们自信健康的成长 让我感触很深的就是 现在真正的有人默默在守护着这些女孩子的健康 虽然我们能做的只有棉膜之力 但却是这些孩子们生活改善的一大步 一会儿就要去给我们的高年级同学来发放了 现在大树云公益礼包上线 买一盒就可以给山区孩子送一包 计划捐出100万份 让爱的力量从一片小小的卫生巾开始 传递到更多女孩的手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